俄羅斯民眾手拿花束排隊慰問 俄國極右派哲學家 杜金的女兒達利亞 慘遭汽車炸彈炸死 23號舉行盛大喪禮 號稱俄羅斯總統普丁 大腦的杜金本身就是主戰派 現在喊話 達利亞之死只能用打贏戰爭 回進烏克蘭 侍逢24號 烏克蘭獨立31週年 也是烏俄戰爭 屆滿六個月之際 杜金這席話 煽動俄國境內民族主義 達利亞之死也成為 普丁絕佳藉口揚言報復 民族主義派更要求全面開戰 就怕俄羅斯在獨立日突襲 烏克蘭各地禁止公眾聚集慶祝 基輔警力總動員 確保維安滴水不漏 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也實施兩天宵禁 就在秦氏升溫之際 波蘭總統杜達訪問基輔力挺到底 同時西方國家聲援力道 沒間短 尤其美國更打算祭出烏俄開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軍員計畫 金額高達三十億美元 將近九百億臺幣 購買三種無人機及其他武器彈藥 希望能在俄羅斯全面開戰前 駐烏克蘭力挽狂瀾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